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高焕唐高老师 那么 再度感谢你到我的课堂上来 那这一次的 大标题呢 就是IVJ口 跟这个短程的通信 这两个东西 那么乍看之下呢 这两个东西呢 怎么会合在一起 因为 一谈到IVJ口 大家都知道 他是 这个Android里头呢 这个 IPC 就是跨境程的通信 机制里头的 主要J口 所以唯一的J口 那么 为什么这个跨境程的IPC通信的J口呢 那么跟短程通信会有关联 那么 我们就来 谈一谈 他的 这个背后的关系 那在这里呢 那 总共有三个小节 那么 一开始呢 我来先来说明 怎么活用 这个 IPJ口 用于这个 同一进程里头的通信 OK 那我们说明这个议题 还有解决的方法 那么 也要注意这个现成的运用 以及他的角色 好 好 那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就是 同一个进程里 那么怎么活用IPJ口 也就是说 当一个进程里头呢 有一个是ACTIVITY 那么 一个是SERVICE好了 那么 这SERVICE呢 是在同一个进程里头 那么 那么同一个进程呢 一般来讲是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就直接的Function Code 这个我们就提到了 那么 既然直接的Function Code就可以通了 那么为什么 还要用IPJ口呢 那就有一点怪了 所以呢 我们就是来 探讨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这样可以增进 大家对 进程 以及IPJ口 这种架构的认知 所以我们 真的不是 只是为了想去用IPJ口 或者是说 真的要去活用它 不是 我们只是藉由IPJ口 那么 跟这个同一进程的通信 那么 来了解 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那么 同样的 也让我们对 同一个进程的短程通信 以及IPJ口 能够 进一步的 做深刻的了解 它背后的架构 所以我们就先 来 做个前连的说明 做个铺垫 OK 好 那我们 来看 这个是 ACTIVITY 叫SERVICE 然后 这两个类 是在同一个进程里头的 执行的 上面是框架 所以 这就是典型的 E NI 这是T 这是TA 那这是 E SNI 那这是 TS OK 所以两个EIT 那么 这一个SERVICE 提供一个J口 它实现一个J口 叫IS IS里头两个函数 一个叫F1 一个叫F2 那么 现在因为短程的通信 所以直接透过方信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 一开始大家有共同的认识 共同的认识 所以我们就 直接 调用它就可以了 只要取得这个J口 那么 我们就可以调用它 好 那么 那这么简单的事情 那我们为什么拿来探讨呢 那么 这里头就牵涉到几个议题 议题 第1 我们要去了解 MyActivity这个对象 是谁创建的 那么请问 你知道吗 好 那这个 MySERVICE的对象是谁欠的 那么你知道吗 好 那我们再回头一下下 那么 如果这个MyActivity 跟MySERVICE 都不知道是谁建的 假设 不知道谁建的 那么 我们怎么会拿得到他的指针呢 或是拿得到他的参考呢 那么 如果指针或参考 拿不到 那么怎么拿得到J口呢 拿不到J口 那么我们就扣不过去了 所以 我们要先了解 这两个 子类 到底是谁创建的 还记得吗 Activity 是一个 这个 迪西的基类 还记得这个迪西基类吗 这个迪西 的基类 这个SERVICE也是 SERVICE 所以这个的子类 都是由 这个框架 使用的 是由这个 除夕太后 是AMS呢 是AMS呢 ActivityManagerSERVICE 或是ActivityManager 他来 New的 还记得吗 EGAndroidManagerSERVICE 的文档 而来取得 子类的名称 然后来 这个子类的名字 这边也是由 这个 框架来 用的 所以 我们了解的框架 那么 就要跟框架 才能取得他的 这个 两个 对象的 指针 我再说明一遍 因为 这两个 T 这两个子类 都是AMS 创建的 所以呢 我们 必须要跟他取得 这一个两个 对象 的指针 才拿得到 好那现在 问题是我们怎么跟他拿得到这个指针呢 那我们再看下面的议题 MyService类里头Function1 那么如何去调用他呢 那很简单 我们只要拿到MyService 这个对象 的指针就可以了 就可以调用他的函数啦 所以呢 跟谁拿 跟AMS 拿 MyService的指针 就可以调用F1啦 OK 所以答案在这里 必须先取得MyService对象的指针 才能用 才能调用F1 去存取对象的属性值 OK 好我们再来看后面的几项议题 那么 那么我们该如何取得 MyService的对象呢 啊 那么我们知道 跟AMS要 但是又如何跟AMS要呢 OK 或者 不要对象 那么如果透过MyService的静态属性 来取得这个的对象指针 可以吗 这是 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 在 这一个主题里头 因为这个方法 用不到IV接口 所以这个不在我们的 这一次的讨论範围 这我们在 另外一个实例的时候会说明 怎么透过 这个静态的属性 啊 那么 透过静态的函数 来 这个取得静态函数的 这个属性值 那么 把静态函数呢 设定为这个 MyService对象的指针 也可以 那么这是 在我们这个 这个小单人里头呢 这算题外话 所以我们就暂时不讨论 那我们 要讨论的是 从IV接口 是不是可以取得 MyService对象的指针呢 就是 透过IV接口 来取得 这个MyService对象的指针 OK 答案是yes 答案是yes 那我们就要再探讨 如何达成这样的一个目的 好 所以我们 接下来就是 活用IV接口 来达成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对IV接口来做一个文字上的说明 IV接口呢 主要是 支援跨进程的 这个远程的调用 那么 同样的他也可以用于 这个 同一进程内的 这一个短程的调用 好 那么例如呢 当 Activity远程调用Service的时候 我们是用 MyService 这样的函数 去要求 AMS 去绑定Service 绑定MyService 然后 取得这个IV接口 那IV接口是Service的 阿头的 的接口 在进程通信上面呢 也是可以使用My的Service 也是一样 去 跟AMS 要求他来绑定 MyService 并且取得IV接口 一样的做法 一样的做法 好那我们 再来对IV接口做一个简单的 复习 IV接口 那么他里头有一个 Transect的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他 进来他会调用OnTransect 那么 这个在调用到子类 调用到子类 调用到子类 那么 这个EXETransact呢 是给C++层上来调用的 这是 C跟C++层上来调用的 好 那这个Init呢 他是用来把 这个MyMy的的指针 往C++层 拋 这丢到C++层 把这个MyMy的的指针 丢到 C++层 丢到C++层 OK 好那我们就 简单的复习这个MyMy 那进程通信呢 如何使用IV接口呢 我们来举例做个说明 譬如说 MyActivity 跟MyService都在同一个进程里 那么 MyActivity呢 这个 MyService MyService提供一个IV接口 那这个IV接口呢 提供一个IS接口 在这里 提供一个IS接口 那这个IS接口的 定义 定义是这样两个 Function 那我们 MyActivity呢 想通过这个IS接口 来 调用 MyService里头的函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图形 所以 MyService 实现了一个IS接口 那这个接口里头有Function1 Function2 那 这样的一个接口 那我们 接下来想从 MyActivity 来调用 IS 然后调用到 这里头的 这个F1 或者是 这里的F2函数 OK 好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 用意了 那也做一个 简单的说明这个背景 那我们现在 就来更详细的 说明他的目的 议题跟解决方案 所以目的呢 就是MyActivity 想做进程的调用 MyService的函数 也就是 想去调用 IS接口 里头的 F1函数 这是我们的目的 那么 我们的议题呢 如何取得 MyService对象的IS接口 就是我们目的是要取得这个IS接口 才能够call 那么取得IS接口 我们要先取得 这个 MyService的对象 但是 但是MyService呢 还有一个对象 还有一个接口 叫做IV接口 所以呢 第一个动作 先取得 IV接口 然后 再来换取 IS接口 这是 两个动作 当然 之前 要能够先取得 这个MyService的对象 OK OK 那么我们 再来看看 怎么取得MyService对象呢 其实 蛮简单的 蛮简单的 那刚刚有讲 MyService的对象 其实 就是 这一个 AMS创建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隐隐约约 你脑筋里头可以想到啦 应该就是 透过 Start Service 或者 Bind Service 这两个函数 来跟AMS沟通 就能够取得 这个 IV接口的 的这一个 reference 也就是说 如果 吉利呢 我们通过MyService 来请 这一个AMS 去做 这个绑定 当他绑定了这个 Service之后呢 他就会回传阿头的 IV接口 那么 就抓到了IV接口啦 抓到IV接口 再来换成IS接口 之后呢 再来调用F1函数 答案就出来了 好 所以我们再把它步骤化 就是 MyActivity 通过MyService 来绑定MyService 所以 就抓到的这个MyService的对象 然后这个时候 MyService那就回传他的阿头 阿头的 IV接口 然后再回传给 MyActivity 所以MyActivity 就 掌握了 IV接口 所以Activity 再把IV接口 转换成 阿头的接口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 详细说明一下 因为 这个 IV接口 IV接口 它是由 Bind Mind 我现在先说明一下 由My的来实现的 那么 我们继承下来 那这个是阿头的 那么阿头里头可能有其他的函数啊 z1 z2 等等的 那么 上面这里只有 OnTransact一个函数吗 那如果我们取得IV接口 因为它是这里实现的 所以只能调用Transact 那如果我们 转成阿头的 这个 Reference 他就可以调用到 Z的 Z1 Z2 这我们等一下 再来 实例上再来说明 现在只是给你一个 初步的概念 好 这个 MyActivity 在调用阿头的 这个 这是阿头专有的函数 因为 你在这里已经转成 这个 这个 所以 你就可以调用到 这个函数了 所以呢 这个是属于 这个阿头的特别的函数 所以 GateService之后 就可以取得 这个的 IS 这口 然后就可以调用了 OK OK 好 那我们 再来 回忆一下 在Android的文件里头 做了一些说明 那么 我们也借机会 来了解一下 这个文件说明的意思 第一个 Service 是Private to Your Application 那么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Service呢 是跟我们的Application 是在同一个进程里头 那么是属于 自己App的一个范围 不是 很多App共用的 如果很多App共用 那这个Service呢 经常都会在独立的进程 所以 跟我们的App 一定是跨进程的 但是 现在呢 这个Service呢 跟我们的App 是在同一个进程 那么 所以它说 Runs in the same process as a client 就是 比如说 Client是Activity的 那么 这个Service跟 这个Activity是在同一个进程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 透过一个Interface 来扣充这个 Bind Class 所谓扣充的意思 就是 这是一个Bind 那么所谓扣充就是Extend 英文这个字Extend 只是扣充的意思 Extend 所以呢 这是MyMy的 这就扣充了 那扣充的意思说 这边 有的函数 那么这边还可以增加其他的函数 比如说 这边刚刚有看到增加一个GetService 的函数 增加了这个函数上去 这叫扣充 然后呢 然后呢 在这个 调用OnMind的时候 这个Service 这是 MyService MyService 有一个OnMind 在OnMind的 调用 这个 调用OnMind的时候 调用OnMind的时候 的时候他会来New他 New阿头 会来New阿头 所以 这叫做Returning an instance 就是你New的阿头之后 OnMind的时候把阿头的 这个IvJ口 就是把阿头的 这个 对象 那么 IvJ口 把它Return回去 所以Returning an instance It from theOnMind 就是 把这个阿头的 主针 把它 回传回去 回传给AMS 也就是说AMS调用 MyService的OnMind的时候 那么 去把这个阿头的 指针 把它传给AMS的意思 这是在进程通信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用 那么这Client呢 就接到这个 My的咯 也就是说AMS呢 就来 把这个阿头的J口 的IvJ口 传回来给 My Activity咯 好 传回来给MyActivity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 这个Client呢 他接到了这个时候 这个是Client Client就接到的这个 AMS 是 传来的 这个 My的 的J口 然后呢 就可以直接的 去调用 啊 调用这个函数 那调用什么函数呢 调用My的的实现 所谓My的的实现呢 就是这个 My的的子类的意思 My的的子类 所以My的的实现 或者呢 调用Service 啊 就是 可以 啊 这个Client呢 在这里 啊 就是Activity 他就可以 啊 调用 他的函数 比如说调用 GetService 或者 他就可以直接调用 MyService MyService 这边 OK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这个Client接到AMS 传来的IVJ口 那么 就可以 啊 这个My的的 啊 J口 那么就可以把 就可以直接去访问 这个My的的 implement 就是他的子类 所定义的 函数 啊 所定义函数 或者是 定义在Service 的 啊 子类 里头的 函数 就可以直接去调用 啊 MyService 或是MyMinder 的函数 OK 所以呢 我们就根据刚刚的说明 这一段 You shall create Your interface by attending 就是 你可以创建 啊 你的 啊 接口 然后 来扣充 有没有 最有扣充 这一个 最有写这个的子类 然后呢 从这个 把它return回去 所以 Ettaining的My的class就是 这是一个My的class 然后 Ettaining 就是 写他的子类 这写 阿头类 写他的子类 这叫Ettaining 的My的class 然后呢 啊 Return an instance 使用 就是 当这个MyService 被调用 被MMS调用 OnMy的 的时候 然后就把 啊 刚刚所 之前 或是这个时候 才New 这个阿头的 对象 再把这个对象的指针 爬回去 啊 就这个动作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动作的 实际的 执行的细节 所以我们就按照他的这个概念 来扣充 因此呢 你看 有个My的 然后 Ettaining 这个就是Ettaining Ettaining 就是 就创造一个子类 然后 来扣充这个Bind 扣充这个Minor 所以 这也是一个 等型的 E and I 这等型的T 所以就Ettaining 所以就把这边写一个子类 来Ettaining 这个Bind 这就是 刚刚这句话 的意思 这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呢 我们就 把它扣充成这个样子 OK 那扣充这样子该做什么呢 做什么 好 我们 就来撰写这个MyService 来看看 什么Walk 所以你看 MyService 在 在 载进载入的时候 就New New出一个 阿头的 Instance 的对象 然后 OnMind的时候 就把这个对象 把它传回去 把它传回去 然后 然后 刚刚的这个扣充 是写在这个位置 这个 这个动作 那我们要写一个MyMy的 对不对 所以MyMy的就写在MyService的肚子里头 有没有看出来 这里 这个MyMy的是在MyService的肚子里头 所以 我们就在MyService类里头 写一个 子类 这个子类呢 叫做 阿头类 有没有 买卖的 那里头定义扣充了一个自己的函数 叫做GetService 然后就把MyService的 对象的指针 把他传回去 传回去 就传这个 MyMy的 MyService的 IS这口 把他传回去 OK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他就 要来 当他 调用GetService的时候 就把MyService的这个 IS这口 把它Return回去 OK 意思说 当我这个MyActivity想要IS的时候 那么我可以直接调用他 调用他的这个GetService 那我就可以取得这个IS的接口 这样子 我只要能够取得MyBind的指针 我只要能够取得到 可以 可以叫GetService 然后我就可以得到 得到MyService的IS这口 我就可以叫他 OK 这是基本的动作 这是刚刚所讲的 在这个MyService的肚子里头呢 定义一个 MyMyBind的这个 类 那MyActivity呢 基本上还是要 通过My 是个My的Service 那My的Service的时候 他就会来调用MyService的 AllMy的 会来调用AllMy的 这个时候呢 就把这个 阿头的指针 把它传回去 把它传回去 那传到哪里 传到AMS 这个 传回去 传到 这个AMS 那么AMS呢 就把它 callback回来 还记得吗 这是AMS呢 就callback回来到 Activity 所以就把IV这口传回来 那IV这口呢 传过来的时候 再把它转形态 转成这一个 MyMy的的 形态 那为什么 因为 IV这口里头 并没有 GateService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是定义在MyMy的里头的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 有没有这个函数 是定义在这里头 这是MyMy的 扣充的 那上面里头 并没有这个 GateService 所以 所以透过IV这口 他调用不到这里 所以必须把这个 这口呢 把这个 这口转成这样的一个 类的这口 那么就可以get到了 这是 这边的 做法 在这里 你要把这个IV这口 转变形态 转变成这一个 子类的 那么 得出来叫子类的指针 那么 那么 透过子类的指针 就可以调用到子类的函数 那调用到这个函数之后呢 他就把IS这口就传回来了 那之后呢 就可以透过IS这口 去调用 F1 OK 那这样就 达成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现在 再来对这个做文字上的说明 当这个Android框架一启动 买Service的时候 就会new一个阿头 OK 这是new出一个这个对象 好啦 那第2步骤呢 就是 Client Activity 调用卖的Service 来跟 请求AMS呢 去绑定Service 所以呢 就绑定Service啦 绑定之后 就调用到All mine 所以就把这个 买卖的 买卖的这个 主针把它传回去 所以把阿头的 把阿头的 这个 IBJ口传回去 传回去 传回去 AMS AMS 再来调用 这个 OnService Connected 把这个阿头的 IBJ口传回来给 Activity 好 那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OnCreate的时候 会来调用 MindService 他就这边就来调用 OnMind 在OnMind的时候就把这一个的指针 把它回传给他 也就是把这一个 的IBJ口 这是阿头的 IBJ口传回来 但是IBJ口那并没有GETService这个函数 所以呢要转型态 转成这一个对象 那就可以调用到他 就可以 抓到这个ISJ口 就可以扣过去了 OK 来 好 第3步骤呢 MyActivity 跟MyService在同一个进程 所以呢 这一个 买卖的 真正的J口 并不是那个Plussey的 所以呢 啊 我们就把IBJ口 把这个IBJ口 转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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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转型态之后呢 就可以调用到 买卖的本身 所定义的 这个 GET Service 你知道 不然你从IPJ口 因为IPJ口呢 只有一个Transact 函数 所以你调用不到 所以要转 转成子类的形态 那么就可以 啊 调用到这一个 啊 子类的 GETService 这个函数 所以呢 就因为已经是转成这个 买卖的的形态 那么就可以GET到 买卖的这个 阿头 专属的这个函数 那么 这个函数呢 就把MyService 的ISJ口 就传回来了 就传回来了 所以这个是 指向 这一个 MyService的ISJ口 那么有了ISJ口之后呢 啊 这个 就可以来 直接调用啦 但是这里头我们是看的 刚刚的GETService 其实是 从Activity 因为 AMS呢 把IVJ口送回来给他啦 IVJ口 送回来给他 那么他就把它转型态 转成这一个 买卖的 子类的形态 因此 他就可以调用他的 GETService 那就可以得到IS 所以 待会就直接就可以扣过去了 OK 好 那最后一个步骤 透过IS呢 就扣他啦 就调用到他啦 你看 刚刚是跟他要 扣他的GETService 跟他要ISJ口 要到了 就可以调用他的 方形1 或方形2 这样子 OK 所以就完成我们的目标 MyActivity 很准确的调用到 这一个 同进程的 MyService 那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这个调用的动作 在这里 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因为 我们直接把 这个MyD的J口 转成这个J口 转成这一个 形态 那么 直接调用他 直接就调用到他 而不是透过这里调用的 他只是把这个J口 传回来 那我们一转形态 就得到这一个的 就可以get到 这个 函数 就可以调用到这个函数 就可以get到ISJ口 就可以啦 所以这一条是没有跑的 OK 要特别的留意 好 那我们就 一开始 就先对 IMI的J口 那么 同进程的 那怎么TogoIMI的J口 去取得 MyService 的ISJ口 然后就直接 可以调用 这个 MyService的函数 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